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上车开队 众所周知 今年我是延续了去年的表现 非常稳定的度过了一年 基本就是越越输 输到年底 我心里其实很不平衡 咱又不比它们差 为什么输的总是我呢 所以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一定是因为车不行 所以这回咱们先下手为强 拿了一个这个级别的标根 卡罗拉 你说咱用这个车 它就是想输 实力也不允许 标杆不标杆的都是纸上谈兵 真正的标杆还是要看销量 我的日产轩逸 常年徘徊在销量排行榜的前三位置 这才是标杆最好的佐证 同时实践出真知 前段时间我开着它进行了一次欧亚大陆的穿越 虽然前两段不是我开的 我开的是最后一段 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程没有掉链子 表现非常好 VM2.0设计语言 年轻 前卫又时尚 主动进气格栅 先进又环保 全LED大灯 汹汹又神 据我所知 您的卡罗拉好像还是鲁肃肃的光源 你这就是战双不腰腾知道吗 你要是换个低配过来 那你不也是鲁肃的吗 你多你也麻啊 而且说到这个鲁肃大灯啊 咱这个车的自我修养 那是相当的高的 你别看它是鲁肃大灯 远近光 咱这是一体的 而且还带透镜 就这个灯 你要是不亮啊 根本看不出来咱是鲁肃大灯啊 所以面子上的事 咱们这台车做的那还是相当到位的 诶 说到面子 我们来看一眼车轮的配置 17英寸的双色轮圈 视觉效果其实不输18英寸的 尾灯有熏黑的处理 下杠有扩散器的设计 整个后方保证了恰到好处的运动感 与此同时 我们再来看一眼李先生的车轮 15英寸轮圈 195的宽度 请问是哪里来的勇气让你敢开着四条备胎上街 一定是良静如给的勇气 你懂什么呀 这叫有备无患 备受瞩目 关怀备至 凑出了咱们这车的独具降薪的设计理念 你别看轮圈只有15英寸 但是它这个胎宽后达到了65的扁平米 堪比SUV带来了极致的舒适性 195的宽度呢 进一步降低了这个车的油耗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设计了 再说这个车尾 熏黑式的尾灯 咱们这车也有 它那车无非也就是多个扩散器 那扩散器是什么玩意儿 不就是多几道吗 你要这么说 看咱这个灯 咱这车正是八景 有灯 不是 那个灯部扩散器 记在这儿 哎呀 这个有些人的思想啊 就是这么的N脏 不管它 我们来聊内饰 首先往这一坐 真皮电动调节主架座椅 它的人体工学设计还是很舒服的 整个背部线条都得到了饱满的承托 那是呢 也是双色的设计 双色是什么含义啊 我要问 问就是高贵 麦巴赫双吊典藏版 感受一下这个气质 同时 中控台还有三个非常精致的涡扇式的空调出风口 视觉效果和操作感受都很棒 上面是糖素工艺软材质加上缝线点缀 门板内侧 座椅本身 中央佛手 甚至地台的两侧都是软皮的包裹 堪称细致入微的体贴感受 下来 有请李先生聊一聊他的手动调节布座椅 布的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我那顶配车型也是真皮座椅的 而且就算咱这是绒布座椅 它也是双色设计啊 跟咱这个内饰一样啊 一点都不颠面 而且你摸摸咱这个中央盘 这全都是软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车门上方 它这个地台啊 稍微差点意思 但是 你别看它那个车是真皮座椅 据我所知 它那个车是既没有通风 也没有加热 可以说是冬天冷 夏天热 那就不如它的是来咱一个织物座椅 通风啊 它又散热了 而且说到配置啊 咱这个车虽然是BV的次低配车型啊 精英版 但是咱们有这个电子手刹自动驻车 同时带有全速域的ACC自胜学和 这都是全系标配的 反观胡先生那台旗舰车型啊 CVT TOP奢想版 这个方盘右侧还是空的啊 脚底也用的还是脚上 敢问啊 你奢想在哪里啊 看不起绞杀 哎呀 我跟你说 电子产品多了是好事情吗 这不见得 这个价位的车型啊 都要开个三五年之后再换车 三五年之后 你就面临着严重的虾肢发育不卸调的问题 我们这个车其实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我巡航靠右腿 驻车靠左腿 哎 这个三五年之后 左右腿的发育还是非常平衡 其实对于新手而言 它的主动安全配置仍然是相当到位 前后雷达 并线辅助 车道偏离预警 主动刹车等等等等 全都有 而它那台车就算是最顶配 也是没有前雷达的 前雷达有什么用 知不知道什么叫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有本事你就给我上探头 不然别跟我在这掰吃 还以人为本 你是以为我蠢吗 对不对 不服你再跟我比比后排 你看咱这腿部空间 你看咱这头部空间 一点毛病没有 配置方面 咱这个是金刚版车型 才卖十二版 没有空间中口 也没有后排中央服务 但是你要尚跟它驾行一样的顶配车型 咱就全配上了 配置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差 反观它那个车 虽然是顶配车型 但是头枕不能动啊 哎呀 座椅不会动 你人不会动啊 你脑子僵 身体也僵 是吗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个坐姿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空间足够大 第二 座椅足够软 当时我在横跨压欧大陆的时候 就是靠这样一个姿势偶尔休息一下 真的很舒服 退一万步说啊 就算你来了全系最顶配 座椅还是一样的硬 加上扶手怎么样 加上空调出口又怎么样 后排门板那个背架设计真的是成问题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歪门斜道 我发现你这人就张嘴又来了 前脚刚说完自己横穿欧雅大路啊 后脚就说自己坐后排上歇着 你是无人驾驶吗 而且说到驾驶 你这车就更不行了 咱这车是1.2T涡轮增压发动机 虽然这个功率呢 是比你小一点 但是扭矩大呀 城市里边开起来这个低扭表现啊 那是非常的雄悔 配上这个CVT的变速箱 你别看他那车也是CVT 那咱这车跟他就不一样 咱的CVT能模拟10个档位 所以说从凳次上 就比他那车要高了10档 对于家用车来说 CVT变速箱的核心价值就是平顺和舒适 你一个CVT还整个10AT模拟的 哎呀 化蛇天足没有必要啊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要上 我们这台车就是踏踏实实的CVT 平顺 舒适就可以了 说动力呢 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在当年就是大家口中的黄金动力 而且动力的本质并不是扭矩 而是功率 139马力 比你多了至少20% 这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 前段时间我开着这台车在德国不限速的高速曾经飙到过200公里加的时速 各位 注意我的措辞 是飙 不是优 所以它的动力表现还是很能给你惊喜的 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 飙到200 你怎么那么飙啊 支付者跑高速什么最重要 那是底盘 是底盘 说到底盘 你那车就更不行了 咱这个车现已升级为TNGA的豪华套餐 后悬架那是多连杆的 据我所知胡先生那台车用的还是你的力量 那都是咱们玩剩下的 你就从表现上说 过减速带 咱们这台车对于震动的吸收 还有这个多余震动的控制 那肯定是比他这个车强啊 听起来挺糊人的 但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TNGA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 你有TNGA 我们也有CMF啊 对吧 很先进的平台跟你不相上下 另外呢 作为资深的 著名的车评人 你怎么能够为结构论英雄呢 对吧 不要看广告 看疗效 确实在过减速带这个小项目上 我们的舒适性比你要略逊一筹 但是这并不是悬架结构的问题 你的四条大备胎还是占了不少便宜的 65的扁平比啊 在轿车上闻所未闻 真的是相当努力 其实在日常驾驶的铺装路面上 我们的悬架舒适性再加上人体工学打沙发一样的座椅 还是相当有保障 你品 你细品 怎么样啊 比来比去啊 我觉得结果已经显然一见了 但凡是个明白人 都不可能选你这台车了 看来咱俩对明白人的理解不太相同 有什么不同 你就可是咱公司找有一个算一个 能选你这车吗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我今天必须给你找一个全公司最明白的人 好好地评评理 你说的难道是他 韩哥 你给评评理 就我俩说你说谁强 不是 这也太明显 看到没有啊 这是不是比你豪华太多了 他这是豪华 但是没有什么但是 我的天哪 这空间比你也搭太多了 对不对 配置也比你高 对不对 动力也比你强很多 对不对 是一个级别的吗 我的天哪 你这上车开队这组 现在选车选的太没溜了 不是 韩哥 我这俩咋选的 看错了吧 韩哥 看什么 错了 看错你了 你这赶紧为产品库 好好过去炉吧 这车级别都选的不对 都对不上口 不是 韩哥 他你说学习 是 有人在飞 成功成功 说啥呢 什么节目 怎会不通过